33岁的莫德里奇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好的中场,没有之一,莫德里奇在世界杯的出色表现也为他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春天,在黄马的岁月里,2012,莫德里奇帮助黄马拿到欧冠,国王杯,欧洲超级杯,失去杯, 计价冠军各种奖杯,也可以说是功勋之人了,老夫爷曾经表示没有7.5亿为日金,坚决不放线克罗迪亚人,进而又爆出莫德里奇与老夫爷有个君子写定,倘若摩迪自愿离队,老夫爷尊重莫德里奇的选择,眼下一甲的国米克是紧盯着摩迪,而且苏宁方面对摩迪的合同,也是超有诱惑力,向立国米自年, 年薪一千万,结束国米生涯,前往中超连赛期两年,年薪不变,现已经爆出莫德里奇,已经向俱乐部提出转会申请,莫德里奇的俱乐部替补国家队队友科尔西奇刚刚去了切尔西,大家一直认为摩迪的替补走了,黄马肯定不再放摩迪走了,如果再放走摩迪,黄马中场将无人可用,谁知在最新的黄马官方封面, 公寻球员贝尔,本手马,拉莫斯,马赛洛,克罗斯,唯独就缺莫德里奇,难道摩迪真的要离开黄马吗?黄马先是当家球星C楼的离开,前场攻击力有所减弱,还好有贝尔,本手马,埃森西奥出色表现可以弥补这一点,如果中场核心莫德里奇再次出走,没有中场的黄马该何去何从?